下一个知识点呢,是构词, what building meet would, ful,还有lose, 我们首先看代物恩的, 代物恩的这些形容词, 我们之前也见过很多了, these,win these, 那么它表示的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表示的是形容词的反义, 那么看例子,complicate,复杂的, 那么想要说这个事情不复杂, 我们直接就用wincomplicate, 它也就等于nistcomplicate, 这个构词非常的简单, 形容词前加win就表示它的反义词, 那么下一个erlich, 真诚的,诚实的, win erlich, 就是反义词不真诚的, 不诚实的, 也就等于nist erlich, 好,看几组, 下一个homantisch, 浪漫的, 罗曼蒂克的, 那么unhomantisch就是不浪漫的, 下面这个构词呢, 是带full和lose的, 那么full呢, 表示满的, 充满什么的, lose呢, 就是没有什么的, 那么名词后面加上这两个后组, 构成的形容词正好呢, 就是一对反义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that's gefil, 感情, 情感, 那么加上full, 变成形容词gefil, gefilful就表示充满感情的, 那么加上lose, gefillose就是没有感情的, 或者是冷写无情的, 那么下一个, dehomor, homor名词表示幽默感, 那么humorful,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格, 有幽默感的, 那么对应的, 没有幽默感的, 就是humorlose, 最后一个, dehizin, zin表示意义, 那么zinful就是有意义的, 充满意义的, sinnlos, 没有意义的, 好, 这个就是dehfo和los, 这两个后织的构词, 由名词加上这两个后织, 正好能构成一对对应的反义词, 充满什么的, 和没有什么的, 我们来做一下练习, 那许多人都找到了理想的伴侣, 我们就可以用完成词, filer就代表许多人, filerhaben den Traumpartner, 或者是einen Traumpartner gefunden, 但是呢, 他们都很不幸, 我们用aber这个连词, 后面主席表结构, sie sind unglücklich, 好, 那么这句话再看一遍, filerhaben den Traumpartner gefunden, finden二分词 gefunden, aber sie sind unglücklich, 好, 我们看下一句, 下面这一句, 对于许多人来说, 毫无意义的批评, 是结束伴侣关系的原因, 对于许多人来说, 我们可以用fierfiler表示对于, 那么毫无意义的批评, 批评名词叫做critic, 动词呢, 是critic, 形容词批评的, 批判的, critish, 毫无意义的, zin名词表示意义, 那么根据构词, 没有意义的, zinlos, 所以毫无意义的批评, 可以说成, zinlos critic, 是结束伴侣关系的原因, 原因呢, 我们用gerund, 伴侣关系, 伴侣呢, 叫partner, 如果要是表示抽象含义, 伴侣关系, 我们加一个shaft, partnershaft, 就可以表示伴侣关系了, 那么结束, 我们可以用beenden,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对于许多人而言呢, 毫无意义的批评是一个原因, 那么, diepartnershaft zu beenden, 结束这个伴侣关系的原因, 后面带出不定式, 好, 我们看下一句, 我的丈夫以前一直都不浪漫, 有时近乎是冷酷无情的, 那么不浪漫, 浪漫的, 我们说叫homan体式, 不浪漫呢, 前面加un, 变成unhoman体式就行了, 后面冷酷无情的, 没有感情的, 感情名词, 那么没有感情的, 加上形容词后缀lose就可以了, 以前我们这里可以用过去识, 我的丈夫可以说my man, 也可以说my airman, air表示婚姻, 那么airman就是丈夫, 或者直接口语中说my man就可以了, my man war früher, 一直都不, 可以加一个immer, 频度副词, unhomantisch, 有时加一个频度副词, machma, 那么近乎fast, 冷酷无情的, 冷酷无情的, 那么整句话就可以说成, my man war immer unhomantisch, machma fast, gefurlose, 好, 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刚才的构词, 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前面加乌n表示否定的含义, 比如说复杂的complicate, 那么不复杂的就是uncomplicate, 幸福的glutliche, 前面加乌n, unglutliche, 就是不幸的, 还有呢, 就是后边加full, 表示充满什么什么的, 那么对应的呢, 就是后面加lose, 这两个都是在名词的后面加的后缀, 然后变成形容词, 表示充满什么什么的, 或者是没有什么的, 比如说zin这个名词, 意思是意义, 那么有意义的, 充满意义的zinful, 没有意义的zinlose, 到这儿呢, 今天的语法内容就结束了,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部分。 今天的走进德国部分, 跟大家讲一讲Deutsche Frauen, 德国女人,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德国人, 提起德国人, 大家脑中想到的, 她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肯定是守时, 她们非常的准时, 约好了几点, 那么就一定要几点钟见面,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对, 就是严谨, 她们对于工作非常的严谨, 认真, 还有呢, 呆板, 那么好多德国人呢, 她们都比较守规矩, 有的时候呢, 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呆板, 那么这些呢, 都是德国人的一个泛泛的特点,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特别来讨论一下, 德国的女人, 她们有什么样的特点, 当然了, 世界上有各种人, 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 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呢, 也是一些比较共性的现象, 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德国女人, 那么提起德国女人呢, 我想用三个形容词来总结它们, 首先第一个形容词就是stark, 那么这个词呢, 就表示强悍的, 有力的, 德国的女人平均身高呢, 在一米七左右,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亚洲女性来讲呢, 她们就真的算是很高了, 站在面前就本身已经有一种强悍的感觉了, 再加上她们的性格真的也是非常的强悍,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个外教, 她是一个德国女性, 来到中国之后呢, 她发现的第一个现象就是, 她觉得男生和女生逛街的时候, 为什么男生拿了一个女士的背包, 那么她在课上呢, 就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那我们说呢, 这就是一个绅士的表现, 男生帮女生提东西, 但是在她们眼中呢, 就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德国女人本身呢, 她们就是非常的强悍, 不需要男生帮忙, 好多时候走到街上, 都可以看到德国女人一手抱一个小孩, 另一手拿了一个大的菜篮子, 那么这个篮子目测呢, 都会很重, 那么德国女人呢, 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拿着一个看起来很重的菜篮子, 依然可以健步如飞, 真的是外表看起来就非常的强悍, 她们的穿着上呢, 也有一定的特点, 不像法国女人穿的这样考究浪漫, 德国女人讲究的就是实用, 穿的呢, 非常的manlish, 也就是很爷们, 她们注重的不是好看, 而是实用, 所以好多的德国男人, 对德国女人的这一个特点, 也非常的头疼, 女人们看起来都不太像女人, 都是彻彻底底的女汉子, 这就是第一个形容词, stark,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形容词, 第二个形容词是, 表示的是有野心的, 有雄心的, 德国女人, 她们并不甘愿于做一个Hausfrau家庭主妇, 而是想要创一番事业, 他们想创一番事业, 所以在事业上呢, 她们也要跟她们的男同事比较, 一定追求平等, 男人做多少, 我们女人也一样可以做多少,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呢, 女性做领导的并不多, 但是在德国就非常的常见, 比如说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就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性, 她呢, 就是也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女性, 好, 最后一个形容词, Wen Appenisch, Wen Appenisch, 也是带Wen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表示不依赖的, 也就是独立的, 德国女性也是非常的独立, 她们可以自己供养自己, 可以自己维修好多东西, 总之呢, 一切都是可以不靠男人的, 以上呢, 就是德国女人的一些特点, 她们真的是非常的强势和强悍, 所以德国男人也难免抱怨, 她们祖国的这些女性们, 怎么一点都不温柔, 那么也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好多德国的男人, 都不愿意娶德国的女人为妻, 她们把目光转向了东欧, 比如说波兰, 还有呢, 还有的德国人呢, 把目光转向了我们亚洲, 想要娶亚洲的这些女性, 韩国, 日本和我们中国的, 感觉要比自己本国的女性温柔很多, 好, 这一部分呢, 就是关于德国女人的介绍, 当然了, 这些呢, 只是一个泛泛的东西, 每个个体都有她们的特性, 真正的一个德国女人, 到底是什么样, 就需要同学们自己亲自来接触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上到这儿, 感谢同学们的收看, Fielen Dank für Ihre Aufmerksamkeit, Tschüss! 感谢同学们!